来 别墅区里是一台好车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红旗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EHS9了 那这台车停在这的时候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前点 一定的想法都和我一样 这个前点看上去和我们理解的 好看的车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说一个观点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顶级豪车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你看上去 好像并不能第一眼就欣赏它 比如像我们说劳斯莱斯的库里南 你觉得第一眼看上去漂亮吗 比如像宾利的本特格天悦 你看上去第一眼漂亮 没错 这台红旗EHS9感觉也是这样的 这个前脸总要你花点时间去设计 理解一下它 比如像这个分体式的大灯 这个窄窄的一个前灯 再加上这样的一条LED 还有直铺式的前脸和这个红旗的车标 往这一摆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你觉得好看的标准 如果你已经觉得太好看了 恭喜你已经进入到了上流神魅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外观看起来 是需要花时间去接受的 那也正常 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外观的理解 但是记住一点好看的车顶级的车 从来就不是去取悦人 而是去表达自己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侧面 5米2的长度其实已经非常长的一台车了 你想奔驰S级才多大呢 所以这个长度已经是一台非常大的SUV了 再看看这些夸张的地方 22寸的轮毂 为了去降低它的一些风阻 甚至做了一块小塑料板在上面去盖住它 来给大家看一个更小的一个细节 看到了吗 这个就它的充电口了 所以没错 这是一台电动车来的 像这样的一台电动车充电的 续航里程会有多少呢 长板大概500公里左右 短板大概400公里左右 有人会说了 哇这样的一台车子才能跑四五百公里 是不是太短了 这个还是有点不太理解这个别墅区里的生活 因为这样的一台车子它绝对不是家里的唯一一台车 它也不像我们那些去跑生活的人一样 需要每天拿着这台车去代步 所以这台车每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充电条件 回家就插上四五百公里 对于这个别墅区里的生活来说 完全完全够用了 再看看这个侧面 一个大的镀铬条 一个双色的车身 如果它把侧面这个讨厌的小贴纸给它撕掉的话 我觉得这种感觉我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会比较庄严 比较肃穆的 尤其是它的上身的比例会来得比较高 所以它想什么 像是一个穿西服的男人这样耸着肩的感觉 还挺帅的 再看看尾灯 尾灯就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就把它给拉通了 最重要的字在这里 红旗两个字 随时再告诉你 没错 这是一台中国人造的顶级的豪华的SUV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上到车里去看一看这台车的 谢谢22都 你스크确定 收纪中的 insecure 道歉 你卡住这个 北小里 这下来的帮再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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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展示出来的科技的力量 也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那种豪华 这块屏里拥有所有的车漆都拥有的那些能力 这块屏主要是给副驾做的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你用语音控制它的时候 各玩各的 你说句话 它只会用这块屏来回答你 它说一句话 副驾说一句话 它会用这块屏来回答你 所以二者之间互不干扰 这个是来得一波666的 那你说这样的一台车开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开完这一波 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 这就不是一台给你做操控的车 这就一台给你舒服的车子 你想5米2的车 两分多的重量 百公里加速呢 要么是4秒多 要么是6秒多 反正快是非常快 但是它绝对不是给你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快 它给你的是一种 仪态感很足的 开起来依然是给着你一种高级车的那种感觉 不要太急 不要太躁 就是一切都要注意自己的仪表 好的 我们到车头做个小小的总结 来 就这样的一台红旗 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呢 我们既然看到这台车呢 是要从它的老家 长春一路开到了海南 去做一个长途的测试 所以今天的时间 这个体验会来的稍微短了一点点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是 这台车过一段时间 马川就要和大家去面试了 据我所知道的价格 一个高配顶配的版本 可能是一个六七十万的价格 一个入门的版本 可能是四五十万的价格 你要真跟一台库里南比起来 这个价格可真的就是十分之一的价格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和一台库里南 所给到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豪华感 尊贵感 仪式感 其实是几乎同等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来说一说 这一台如果六七十万的红旗 买到一台这样的车 你们觉得中国品牌 能不能干到 中国人能不能干一台豪华的 六七十万的SUV 评论区里告诉我的 discussion 打赞